我已经怀孕了 你已经两个月了 婉儿现在急需要换身 这个孩子不能留 当初要不是因为你那把火 婉儿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 不 这是你请 不 走 我不要 我不要 喂云云我到地方了 你放心 这场乡亲姐们肯定帮你搞黄 哎 又是能当后对的大小姐 别意思 你就是傅锦诚 呃那我是你是 我是顾云你的相亲对象 这是我的护身符娃娃 她要跟我一起相亲 挺有意思 啊 你说什么 我说顾小姐今天的打扮很有意思 我也觉得傅先生很有意思 是吗 不知道父母哪点让顾小姐觉得有意思 你背上那只女鬼很有意思 女鬼 他看你的眼神 好深情哦 该不会 是来讨行债的吧 想用这招下我 那我就跟你玩一玩 呃 你真的看见他 那你帮我干他 把他干走好不好 他现在张嘴准备咬你了 你快跑 你快跑啊 你一会儿跑啊 你后面有一只大新忘 别动 青蛙还没走啊 啊 我我最怕青蛙了 看来这只泪蛤蟆想吃天鹅肉 不可能 我木 木有那么好追 哦 差点说了 那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 不会吧 歪打正着 相亲玩成 顾小姐 青蛙走了 您可以起来了 哦 不好意思啊 傅先生 今天相亲就到这儿吧 后悔无期 等一下 我对顾小姐很满意 不如商量一下我们的婚期 啊 我这表现 他竟然满意 这人不会脑子有什么问题 不好意思啊 傅先生 我对你还没有感觉 况且你好像 还有情债没有解决 所以咱俩拜拜吧 哎 大庭广众下亲了我 你就想一走两只 那你想怎么样 你说呢 瞧你有的瓜不甜吧 我对木小姐一件恭喜了 怎么会不甜呢 等一下 你叫我什么 木 小 姐 你知道我不是顾云呢 木小姐与顾小姐的风格 好像不太一样啊 所以你一直在陪我演戏 木小姐喜欢 父母配合一下 也不是不行 既然名牌了 那我可以走了吧 请便 这男人突然良心发现了 喂 云云 孙生 傅顶成威仙 我不和他结婚 就把我泡男模特事报告 你救救我 我怎么救你啊 反正相亲的是你 你先帮我和他结个婚呗 他说了一个月以后就可以离婚 哎呀 傅先生玩了一手好牌呀 虽怪夫人太有趣 惹为夫尽折腰 什么夫人 你别乱叫 别忘了 你自己说了一个月之后就离婚 哦 都听夫人的 你还叫 你放开我 别痛 有人再监视我们 啊 真好 看来我又过我红尊了 爷爷 什么事您这么高兴 啊 你看看 给你大哥又过我身红尊了 我能不高兴吗 锦诚哥 他什么时候结婚的 就是 我一直以为会会去我二姐姐的呀 不要瞎说 原病盛天 锦诚是造个真命天女啊 不 锦诚哥哥的妻子只能是我 除了我 谁也配不上他 我夫人真美 还有你说啊 走吧夫人 来 夫人别紧张 你谁紧张啊 我只是一个 那我带夫人去东方 哎 你呀还能看呢 你确定要到不孝孙 我就知道夫人心里 太紧张了老实点 谁看谁看呗 你们合法呢 哈哈哈哈 好好 道实话你们都来喝酒啊 好了 哈哈哈哈 他就在厌人家里 直接上来就行 谁都不能抢走锦诚哥哥 给我好好刺好他 然后划划他的脸 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怎么勾引锦诚哥哥 我好热啊 我好热啊 我先带你去洗澡 你别动 你好香啊 什么 锦诚哥哥去救他了 这个贱人 我一定不会放过 看来 得用点狠 我怎么在他身上 我没有 你不要这样说 那昨晚不知道是谁 一直抱着我不放 还一个接着说我身上笑 我昨晚没对你做什么 不然你想对我做什么 我不想 不用愧疚 我们可是合法的 你对我做什么我都没接 完了 我不会真对他做什么的吧 我会对你负责的 哎傅兄兄你干嘛 我只不过是在说 夫人做我的动作 我 我 男生 叫我老公 老公 老公老公 今天是这人 假结婚的感觉 好像还挺痛的 男生嫂嫂 婉儿妹妹 嫂嫂 你能不能把这个香薰 拿到景城各个房间去啊 只是他最喜欢的味道了 我不太方便进去 好 那我就不打扰嫂嫂了 咱们晚饭见 嗯 不 老公 香薰给你放房间里了 谢谢夫人 有嘴滑舌 我出去买点东西 一会儿就回来 好的夫人 我去买嘴 买嘴 好 夫人 恭喜您多年的心愿达成了 夫家快是由第四代了吧 哈哈哈 不这么 你也要抓紧 反而是好姑娘 可得给她找个扣的 好会坐会 一定 一定 父爷爷 爸爸 我才不要再出去 不跑了 在上面的房間找我呢 不好 錦竹哥還能剛才洗澡呢 哥 快救我快報警 王兒你小心點 坐 你別了解我去看過 還是快 拜拜 哥 哥哥哥 哥哥 王兒 爸爸你都幫你到這了 剩下的路你自己走 兄弟哥哥 你整個是我的 立場 立場 你哥哥怎麼樣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牆里為什麼會找火 為什麼氣壞你不知道 氣壞你 你靠近我 氣壞的原因就是你拿來的這紙小訊 這不是我 是給王兒給我的 你還好意思聽王兒 你是大力摩菇利夢 為了救我們已經死在火海中了 王兒現在還在請救 怎麼會知道 警長 王兒求求你你信我這一次好不好 王兒的父母已經成為了 你最好氣到王兒為生 王兒求求你了 你又信我 這道回憶為生就是我長久的 你一直想離開我 你讓我怎麼信你 不是 你不信我 為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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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上 你千萬二的 我不可以一把耳環子 夫人 恭喜您懷孕九州了 肥胎發育良好 警成 我們終於有孩子了 啊 警成 你回來了 你看我買的蛋糕 我有一件開心的事想和你說 我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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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成 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你又在耍什麼把戲 王兒已經醒了 醫生說他現在必須做生移治手術 只有你和他配情走 林婉兒醒了 我就知道你沒按什麼好事 你也沒想過他會醒吧 現在趕緊去醫院 不 我已經懷孕了 你已經養育了 這個孩子來的太不熟了 這是我們的孩子 我兒 我兒現在急需要換身 這個孩子不能留 當初要不是因為你那把火 我兒怎麼可能會變成這樣子 這是你親愛的 傅京城 我說了我沒有 你始終就是不相信我 男生 我們還會有別的孩子的 啊 不會 走 走 我不要 我不要 你確定他們進來了嗎 沒錯 林小姐是他們 扶我 走 你怎麼跑出來了 京城哥 我是不是要死了 我好難受呀 京城哥 我兒 我在等 我不會讓你死了 副總 林小姐需要儘快做肾臟移治手術 否則堅持不了多久 就換她的身 傅京城 難道你真的不要你的孩子了嗎 是 這個孩子就逃我看兒寨 京城哥 你別這樣 畢竟男生姐壞了你的孩子 你不要再說了 這一切都是你自投自演的 我沒有 都是我不好 害男生姐生氣了 牟男生 你不要在這兒無理取鬧了 當初婉兒沒有告你 已經很往開一面了 帶走 不要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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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怎麼樣了 拿掉了 按照林小姐年的份數 內部才會成功的孩子 得到肾 都成功的還未過 好 你先出去吧 你醒了 你要幹什麼 京城哥可真是疼了呀 我只是讓醫生告訴他我需要換肾 他立刻讓人打掉你的孩子 拿了你的身 連眼睛都不眨一下 你這個傷人休息 我殺了你 我殺了你 木內生 我實話告訴你們 其實我的病早就好了 但只要你在格神哥身邊一天 我就折磨你 你的孩子和你的身 已經讓我扔到海裡餵魚了 你是否不做不好 哎呦 我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男生在干什么 这是他 这是他 我只是想要选男人 就不要跟你知情 但是我没有想到 他竟然动手打我 我好爱泡 我真好爱泡 不是 他不感兴趣 他的臂是糟了 你这不是说我的多事吗 你给我闭嘴 而是因为我才留下的病毒 这事我比谁都清楚 内生姐 我真的不知道你已经怀孕了 内生 只要你不相信我 哎呀妈妈 我们就跟他走 你说什么 我说 我们离婚了 现在晚上过去休息 是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 我们离婚吧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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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医院说什么 离婚 那说一遍 不信成 我们离婚吧 你不是不资格跟我打一会 啊 你要干什么 我 你不是不资格 我离婚 太痛了 离婚 你带我去医院好不好 什么 啊 啊 啊 敬城哥 你在哪儿 我好害怕呀 我 给我 我让过来 你让管家陪你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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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救救我 你怎么了乃生 乃生 干人 谁不讲 我 我 我 啊 傻丫头 为了她真的值得了 要不还是回家吧 嗯 我说你最近怎么这么反差啊想要跟我离婚原来是不知廉屎勾搭上别的男人 所以呢 你这样子 你怎么也知道我男生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还在我这有多珍贵 怎么 这个天后心疼了 明明是你自己在干坡龙的事 但来说别人讲 真少我没有力 我难受啊 我劝你管我这个男人的怎么 啊 说到你痛哭 你死了 我 在瞬间你不要误会 我跟弟兄哥真的没什么 真的 我 那怎么了 弟兄刚刚通完手术 这较多情况很不稳定 齐虚几分 爸爸你再说 去帮我玩玩去 老板下个立派 你必须是谁的数学 那就让他去死 跟我的时候还死 有不得你走 有不得你走 放死 父亲生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男生跟你没有半分关系 木男生是我的妻子 你有什么资格带走他 那你要眼神真的看着他死吗 那他就算是死里来死在我面前 我今天必须带他走 你要是想玩着 就尽管试试看 你带我走吗 就是老子 我只想你 好 木男生 你会后悔回来自己活的 好 老女孩 回家就好 回家就好 秦辰哥 都是我不好 这男生姐不高兴了 不用管他 毒妇 你好好养身体 多怪我 如果不是那次意外 我没了父母 我也不会连累到你 你和男生姐也不会因为我闹矛盾 婀儿 你不需要自私吧 你父母是因为救过我而死 这是我们欠你 嗯 副总 这是夫人的坏人送来的 还有 说 夫人说 如果您不签字的话 就 瓦帝上接 孟男生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这么敢跟我说话 他在哪 夫人好像消失了 什么 消失了 对 所有人都找不到 夫人在哪 啊 让全公司那里都过去的 是 瓦帝三十要把这个人给我找到 孟男生 你又在玩什么把戏 你们陷我于水火 那我 送你们下地狱 生儿 你真是像极了你去世的妈妈 这也是为什么 我让你跟着妈妈行墨 爸爸 你是不是又想妈妈了 爸爸 你放心 妈妈现在看到我们过得这么好 一定会很开心的 这个父亲他解释太无耻 他竟然在网上 公开说男生脱了他们夫家的全家宝 什么 亲友的你 敢勇献我周周天的女儿 我和那夫家 是想消失了他 你做 我现在立刻从此 断绝和夫家的所有合作 好 那就让夫家看看 我周周天的女儿 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哥 爸 你们先别冲动 父亲成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逼我现身罢了 莫缠 你明天带着上去参加晚宴 带上我们周家的全家宝 我要让咱们都知道 父家的全家宝 屁三公里来这里撑上来 华尔 要不我还是让司机送你回去吧 你这身体状况 我还是不太放心 我听说今天周家也会来宴会 我知道周家对夫家很重要 静诚哥 无论如何 我都会陪着你的 哦 有什么不舒服的 一定要及时跟我说 静诚哥 那不是男生姐吗 你找了他那么多天 原来他跟周家的义子 周沐晨在一起 男生姐 该不会真的是因为周沐晨才要跟你离婚的吧 主要你看 他脖子上还带着周家的传家宝呢 我男生 还没跟我离婚的啊 就这么光没正在 跟我别的男人了是吧 男生姐 静诚哥一直在找你 你却跟别人在一起 你怎么对得起他呀 你们两个好像没有资格质问我吧 还有傅锦诚 我希望你能尽快推进我们的离婚事宜 生 你敢闭着 你放开我 傅锦诚 你不要得寸进去 慕男生是我的女 你拿什么资格在这威胁我 啊男生是我的 我们还是走吧 走 你敢跟他走 看来 男生姐真的很喜欢周沐晨 宁愿跟他走 都不愿意跟你读书一句话 静诚哥你别生气 我帮你去把男生姐追回来 慕男生 没想到呀 你这么有手段 没想到呀 居然拿到了周家的传家宝 小三就是小三 就是喜欢你小三的思维来想别人 我哥锦诚哥的感情不逊 要不是为了救我 你以为你们最自态的 只要你这么喜欢当副太太 送你了 不用谢 不用男生 你现在这么爽快 还不是因为拍上了周家这颗高枝 不还是中男子 林婉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不用男生 给我儿道歉 记住 不住 我现在跟你跟端一举 我以后不会受你的任何拍 摊上周家这颗大树 你真的是越来越有本事了 现在连我都敢得 男生姐 就算你已经找好了下家 你也不能跟锦诚哥动手呀 我再说 别玩道歉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好啊 我倒要看看 在这大树广众之下的淘淘富士总裁 是如何为了他的小栈 这一块银 京城哥 男生姐他不愿意道歉 你就别为难他了 只不过是被打了一巴掌 婉儿真的不疼 婉儿没事的 婉儿 你就是太善良了 我们走吧 没想到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他得到你的爱 你却不珍惜 以后只要有我在 我不会再让你受到半点委屈的 好 婉儿 你肚子里野种就是他的吧 还口口声声诬陷婉儿 你何必欺负婉儿 婉儿 起来 男生姐 都是我不好 是我害的女孩子没有了 你怎么对我我都无所谓 但是你不要再怪锦诚哥了 婉儿 起来 婉儿 婉儿 你干嘛一时欺负婉儿 有你傅锦诚护着他 我又怎么可能生得了他一分一毫呢 连生姐 都是我不好 你有什么怨恨 你就打我吧 好啊 小爱打还不容易 我 婉婉儿 您声 您声 四总 邻小姐失去过多 需要紧急书写 邻小姐血情特殊 恐怕只有夫人 没想到这个林婉儿这么辛苦 为了误陷我 这样连自己都不放 你就傅景成那种蠢货 不相信这种把戏 赶紧跟我走 你放开 婉儿现在急需要输血 赶紧给我去医院 他死不死 关我什么事 傅景成 在我们周家门口抢 你当我们周家是白社 木南生 婉儿当初是被你推下去的 你难道不应该 给他输血赔罪吗 既然你觉得是我推的他 那你就是报警啊 我告诉你 我宁愿去做 我也不会给你婉儿 再输一笔钱 木南生 你好好的心 乱心狠 傅总 我跟你比起来 不过是冰山一角 木南生 你到底怎样 才可以给婉儿输血 跪下 你跪下求我 你说什么 你跪下来求我 那在啥 你知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你不是很爱林婉儿吗 怎么这么点小事 都不用为他 看来 你也没有很爱他 木南生 我求你 去预约给婉儿输血 救他 我为了他 你竟然跪下来求我 你婉儿让害死我的海 根本是不可能 起来输血 我诅咒他 活不过精安 木南生 你不愿耍我 没错 我就是想看看 你们离婉儿 能做到什么分手 木南生 你今天必须 给婉儿去洗血 我们进城 别忘了 这是我们周家的 有我在 你别想 东南生 你分一号 附近 附近 别打了 别打了 你别打了 走 附近生 你还不如赶紧去医院守着你的林婉儿 你免得他不支持我 附近 附近 木南生 如果今天晚上出了什么事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附近 别怕 你爱我 附近 我会永远守护你 附近 附近 我一定要帮我 木南生真的太过分 不光把我推下楼 还出轨周家周牧晨 坚持不要脸 我就知道这木南生不是什么好户 是啊 要不是因为我需要深远 估计锦承哥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怀了周牧晨的癌子 这个贱人 居然别跟我大哥戴绿帽子 我绝对饶不了他 老婆 我没事的 医生说我就会是血河多有的瓶血 你别担心 我忍忍就好了 啊 你总是这样 我去自欺 你强点 但是那对狗人里的照片 给我好好学 静静方式 钱少不了你 医生 请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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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医生 已经晚了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 你跟李婉兒 你可真卑鄙 我覺得他們說的很對 你跟莊木神不就是一對天造地獸不經延遲的男人嗎 你跟李婉兒 還是一個真正的建築一副 誰給你聽不懂 趕緊跟我說 我以前是不愛的 但我現在不愛你 我以前是不愛的 我以前是不愛你 你對我來說什麼都不適合你 我愛我 那你愛誰 周慕晨嗎 不用你管 你那是不愛 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還沒遺憾 要愛什麼的 以後嫌疑說我已經給你 你就這麼急不可待的跟你的周慕晨雙宿雙飛是嗎 附近城 我們走的今天 是你和李婉兒一九造成的 你不要再讓我和周慕晨做藉口 為你們的貌貌按來買單 難受 還消 讓你來 和周慕晨雙肯 請 走 你怎麼來了 不是太自己好聽是嗎 楊晨哥 我已經好多了 馬虹哥 你別拿來男生姐 男生姐不願意跟我輸血 一定學得她的苦衷的 你媽媽 你不是別裝 你不累 我看著都累 男生姐 我知道讓你實習他的孩子 讓你很痛 如果可以的话 不恨想用自己的命去换你孩子的命 好啊 那你去死啊 够了 好 他永远我永远 好 我现在就去 哇 哇 哇 别做小事了 太危险了 快下来 快 你一玩就不要演戏了 我男生都这个时候你还在自己玩 景诚哥 对不起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男生姐 你不要再给景诚哥生气了 我真的去陪你的孩子 哇 不要 景诚哥 你不要过来 是要男生姐不生气 不思议值得了 不要 男生姐 我真的去天堂陪你的孩子 不要 哇 我现在就让孟来生给你带下围道歉 小姐你放下我 景诚哥 你不要再为他男生姐了 你不要为难他了 说给我 来 我听你的 妈 那你是死 给我的孩子杀命 救命 男生姐你要干什么 景诚哥快救我 文来生你真的要连玩死吗 文来生 文来生姐 文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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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生 你醒醒 EE麸商 情 получилось 别 Bij了 我去看看母师 不在知 这下你也该死了 那日志 别说自于 我现在就送你区医 material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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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你混蛋 林婷 你到底对男士做了什么 他为什么会杀自己 是杀自己 他逼着婉儿跳路 不然也不会走路上跳下来 又是因为婉儿 那你为什么不牢牢抓住他 为什么要让他摔下来 婉儿去拉他 可是没拉住 傅女长 你他妈是要独村 才会觉得林婉儿 他会救男生 我怕不得男生早点死 我和你双诉双废 这件事跟婉儿没关系 他也是吃坏的 我不允许你停回婉儿 你怎么知道林婉儿是拉好 不是松手吗 不行 这我警告 只要是男生有什么事情 我整个周家都不会放过你 警察哥 警察哥 你没事吧 男生姐怎么样了 还在说我老实力讲究 都怪我没有紧紧抓住男生姐的手 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把我推开呀 是你把男生推上 是不是 不是我 祖母神 你放开婉儿 这件事跟婉儿没有关系 这臭 男生躺在里面生死 你现在还在迷护这个女人 别人情况好 不乐 你们谁是别人家 我舍他家 他不是 我才是家属 那这到底怎么样了 病人失血过多 在下全是一科室 现在生平随微 需要紧急输血 医院血库血量不足 你们谁是B型鞋 男生不是许莫鞋吗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这是枪枪最好的医院 我们不可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警察哥 这是怎么回事 他不是跟我一样的死心吗 你们赶紧说 谁给病人输血 莫鞋 莫鞋 你们都是病血 我是B型鞋 你跟我来 哎 警察哥 医生 被病人脱离了 有人脱离了 医生未来点了 请放心 男生 男生 请点赞 没事吧 不行 男生 你终于醒了 雨漫哪里不舒服 哥 我没事 男生 我好怕 我怕我会失去你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为什么会从 牧师的楼上摔下来 是黎曼尔推你下去的 对吧 哥 你帮我查一下 我滞留的父亲 是否有设计 找个律师 写封寄送书给傅锦丞 还要尽快结束 跟他的婚姻关系 好 你好 副总 这个是夫人二组 静诚哥 男生姐要给你诉讼离婚 看来他真的很爱 他终于成 为了他都要告你 你男生 最好别耍神话招 来上后 健康师毕章号了 你看下 这个另外一个人 其实太可怕了 放在这边 你真 COR 你真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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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愿意给我学意 就这 你真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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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可爱 我退了 怎么不可能 凌婉儿抱不回来生死 我选三少的 老生姐 如果你觉得不够典器 那我可以去死给你的孩子赔罪 只求你不要再为难金城高 更不要用这种剪辑过的事 别来诬陷我呀 我有没有诬陷过自己的心智 老生姐 我到底要怎么做 以前都放过我 那么只想 我 反正我的父母已经不带人说 我怎么办啊 怎么就这么傻 只要能让男生姐放过你 不做什么都可以 老生 裴隆 不要再玩自己的兵器在家 我们要死死 你早做死 何必等到今天 木楠说 就算是我儿子推的你 你现在不然还好好站着呢 所以说 只要我没死 你马儿就没有责任什么 是不是只有我死 你马儿他才是有责任啊 我去玩给你 不接 你的道歉 我不介绍 你为什么接 是我那天太紧张了 我没有抓住你的手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觉得没有要害你的意思 只要我 我没有 你别太过分 木楠生 你别太过分 不过分 他差点害死我 你知不知道 你为什么就不放过我啊 你放开 来自 不要 别打 你放我 不要 你放我 我 医生给我吗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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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儿是因为 你还变成这个样的 你现在要跟我寻找他 你是你混蛋 不是刚给你了 他什么情况 你还不清楚吗 如果我还是说 我 是锦诚 是锦诚 当时是锦诚 我 需要锦诚出现 只有他跟你一样 我是B星星 我是B星星 那是 你不知道你自己是B星星吗 李老师是什么东西 我被告知 因为他的鲜鲜先生 我给他说 这么多女性 我才知道 我不是谁 这个电门 你是太可恶了 木认 我想要律师看下那个视频 林婉儿是否属于犯罪 那么什么意思 鹏小姐 从视频上来看 林婉儿犯罪动机明显 您可以直接报警 先对报警 需要帮你去找林婉儿 尽管个尽快自身 鹏小姐 您这是要再给林婉儿一次机会 不清楚 你这事实不得重任 说你不威胁她一下 她是不会什么感受的 明白 好了 你死亡后死 当时没有男生 是怎么摔下去的 吉诚哥 连你也相信 我个恶意的藏食品 若不是男生姐 逼着我去死 给她和忠悟诚的孩子偿命 我 是个别的 杜叔 我没有想到 女生最后那么爱她 和忠悟诚的孩子 我更没有想到 她那么恨我 你愿意去死 也不愿意让我救她 请进 林小姐 穆小姐让我通知您 让您在三日之内尽快自首 否则让他们拿着监控视频 直接去请去报导 你说什么 若你选择尽快自首的话 坦白从关的 秦山哥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你快让她出去 还不快滚出去 莫小姐 对我的律师这么凶 他不是作贼心虚的吧 男生姐 难道一定要让我去死 你才可以原谅我吗 是啊 我就是想让你死 请问故意伤人 该怎么判啊 对故意伤害他人之重伤的 除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京城哥 我没有 你以为凭着一个恶意剪辑的视频 就可以让婉儿坐牢是吗 是不是恶意剪辑 警察自有判断 你为什么就不肯放过婉儿呢 你要是想让你的婉儿 好好活着的话 那就尽快跟我办离婚 否则 我不仅会把视频交给警察 我还会把视频交给媒体 京城哥 我去自首吧 只要你和男生姐幸福 我做一辈子了 我都愿意 好 离 希望副总 说到就到 办完离婚手续后 我会立刻迎去玩 以后你再也不能分开一分一毫 否则我父亲超 绝对不会受下留情 我还能等 他心 男尚 傅景深同意跟你离婚了 我把零婉儿威胁他 他就同意了 男尚 以后我来守护你 当然了 你是我最爱的哥哥 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最亲的亲人吗 不 先生 我会让自己 成为你最爱的 对了男生 这下 是不是可以把零婉儿 害你的证据 交给警察了 不 零婉儿已经告诉我 他的一切都是装的 我觉得当年的事情 可能不是意外 难道 那场火灾是 零婉儿设计的 很有可能 我感觉这些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穆成哥 拜托你再帮我查一下 当年的事情 如果真的是 零婉儿干的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我一定帮你好好查 宝儿 你前什么时候 给我们打过来 我跟你爸都没签话了 我明天给你 打两百万过去 你们舍着点话 他已经不要再 给我打电话了 你可要记得 我跟你爸 可都是为了你 才流露一国他乡的 婉儿 在给谁打电话呢 没谁 诈骗电话 以后这种诈骗电话 就不要随便乱接 嗯 你现在首要任务 就是好好养身体 婉儿 先把身体养好了再说吧 静诚哥哥 你最近为什么 总是躲着我呀 你先好好养身子吧 静诚哥哥 你是不是嫌弃我了 可是你说过 婉儿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找一个 值得托付的人 你不要我了吗 怎么会 你可是我最好的妹妹 谁都比不上你 可是静诚哥 走 我这公司案有点事 我就先处理一下 我才不要当什么好 我要成为名正言顺的福太太 我做小天的女儿 就是沉鱼落叶 闭月收花啊 哈哈哈 爸 爸 哪有这样夸自己女儿的 男生 义父说的对 你的气质 在江城称帝儿 黑人给他 哎呀 你们就别吹我的彩虹屁了 我今天要让江城男人知道 你是我周孝天的女儿 也是我周家的继承人 听说今晚周家会宣布继承人 静诚哥 你说会不会是男生姐的先人男友 周牧尘呀 不过就是周家养了一条狗吧 他有什么资格是会周家继承人 那男生姐岂不是错付了 贪慕虚荣 注定会被极非担当 哎 静诚哥 快看 男生姐跟周老爷子在一起 男生姐拍上的人 不会是周老爷子吧 男生姐为了钱 也太急不择时了吧 爸 我觉得我们还是走吧 不太喜欢这种丑合 我周孝天的女儿怎么能借她呢 记住 你以后掌管整个周家呢 哎 你在这儿先转转 我去给老友们打个刀 穆大生 你还真是让我光目相看 穆锦诚 你怎么在这 穆锦诚你是个疯子 你散开 跟我走 穆锦诚你放开我 穆大生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周祖这么大年龄你都不放过 穆锦诚你就乱说什么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为了钱那么老的男人 你也下得去手 副警长 我不许你侮辱我的家人 这么快就成家人了 穆大生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下贱 下贱到一个老头子当情妇 副警长 我们已经离婚完了 我跟谁在一起 是我的自由和权利 你没有资格干涉 穆大生 是我满足不了你吗 你至于找一个这么老的吗 副警长 你个混蛋 你放开我 静诚哥 你们在干嘛 你就不怕你的未婚妻误会吗 男生姐 我跟静诚哥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能不能别老纠缠他了 纠缠 麻烦你先搞清楚到底是谁在纠缠 请你管好你的男人 否则让万人知道堂堂富士集团总在一人再再而三的纠缠他的情绪 那可就不好了 你 男生 你给我等着 对不起对不起啊 没关系 是我不小心撞到你的 是不小心撞到你的 是不小心撞到你的 木男生 你以为你攀上了诸家的高知 就可以高枕不忧了 做梦 木男生 这就是你挽回警诚哥的手段吧 故意与别的男人亲戚惹他吃醋 你别妄想了 你就像是跟别的男人躺在一张床上 他都不会多看你一眼 所以说林老儿你是不是没有自信心吗 他是说故意是根本是不想徐女 可以跑来经验一遍 他说了 徐我是他现在最大的弄想 哦 是吗 刚才在酒店门口 他要瞧我吗 他是说 他是说你身体不行 满足不了不停程 要不然 他怎么一直给你做我这个心情 是 你这个贱人 我去你最好别惹我 当然 因为这个气 木男生 走着瞧 你好大的胆子 周总的项链你也敢弄丢 对不起经理 男生 发生什么事情了 经理 对不起 我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个服务员 把衣服给你准备的项链弄丢了 你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 经理 不过一个项链而已 没必要这么心事动作的 你就别怪这位服务员了 我不追究 你是谁 好大的口气 要知道 这可是周总要送给他女儿的项链 你说不追究就不追究了吗 我知道 我替周总总 他不会追究此事 你就让这位服务员继续去工作 是他 是他撞了我 他撞了我 项链才不见的 看起来楚楚可怜的 没想到居然会偷东西 就是他 真是一个 你是不是看错了 男生怎么会偷项链呢 可是就是就他撞了我呀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 你就敢不信他 就算是你周木杉的女 那也不能偷东西 男生姐 真没想到你已经缺情到这种地步了 连周老爷送给他女儿的项链链 副总长 你们少在这学口链链 还不下去 自己好好查查 是 陈副总 等一下 今天这个宴会来的都是江城有多优点的人 身份尊贵 要是不落下口舌可就不好了 男生姐 我也是为了你的生意着想 要不 你把包给大家看一下 你应该不会建议吧 我同时都要给你帮我 你不愿意让大家看 该不会相信就是你拿的吧 想翻就翻吧 我可不像有些人想偷别的东西 这是什么呀 人生姐 这是你的项链吗 就是他 这就是周总送给女儿的项链 木兰山 你还有什么可搅拼 我没有拿他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我的包里 这人赃并货 正是确凿的 大家都在这看着呢 木兰山 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真没想到你去做这么下子 把给我放干净点 男生不是这样 这七周一定有什么 现在人赃救货 正是就摆在眼前 难道周大公子是想替男生姐抵赖不成 我看一拨报警吧 到警察来好好查一查 否则有些人 那死都不成 这谁要报警抓我的女儿啊 这谁要报警抓我的女儿啊 爸 众位 我今儿个要在这宣布一件事情 我身旁这位就是我周校店的女儿 也是我周家唯一的继承人 以后呢 就请诸位 多多关照了啊 男生姐是周家的亲戚 静诚哥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条项链是我母亲留下的遗物 这么珍贵的东西 我怎么可能随随便没把它放在房间里 你说 入室盗窃 被判几 婉儿 这东西怎么回事 男生姐 对不起你饶了我吧 我 我只是看 你因为其他男人抛弃警诚哥 我起不过就 男生姐 你就看在警诚哥的面子上 你饶了我这一次吧 你以为 他傅锦诚的面子 在我这里还没管你 木南少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宣布 傅家和周家的所有合作取消 男生姐 我求你了 只要你不真正经诚哥 你对我怎么做都行 那你去死 给我的孩子成为 好 不议想到下来 我父亲也不需要给周家合作 我们走 男生 要不要报警啊 现在报警太便宜他了 等找到他当年放火的证据再报警 也不迟 婉儿 你为什么要诬陷木南少 静诚哥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指高强的样子 他之前还比你下跪 我实在受不了了 静诚哥 你放心 我去自首 我不会连累你的 这件事我来解决 你也回去吧 木南少 你是周家大小姐 为什么要隐瞒身份嫁给我 因为我傻 我以为我爱你就可以了 哪怕给你李婉儿当活体器官捐赠着 点点不休的给他信息 任你们欺辱 也心甘情愿 我这辈子 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就是嫁给你 你 你可以做吗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我买截子你 你 我买截子你 可得 我买截子你 我买截子你 木南少 你现在回来找我 不就是不想让我告领婉儿吗 领婉儿只是意识冲动 希望你不要跟他计较 他毕竟还是个病人 病人 你知不知道他早就好了 他现在的一切都是装的 好 这次就算是婉儿做的不对 你也不能这样污蔑婉儿 我污蔑他 傅锦臣你就活该被他像傻子一样骗 那也比你心肠歹毒要强得多 我心肠白了 就不会让林婉儿把我的孩子和慎拿去喂 你说这些有证据吗 我会找到证据的 既然你没有证据还故意编排我 你不挤心肠毒了还保话连篇 那我告诉你 林婉儿我告定了 我要看着他把牢底坐穿 今天终于见识到谁就放棍子里的 肯锦臣 也有这时间 给我好好想想 咱们给林婉儿找一个好点的御师吧 孟大师 莫小姐 这是公司 从视频上来看 林婉儿涉嫌到家队委 如果起诉她的话 可以判净 三年以下有记录期 来上 我支持你现在就起诉 行儿她坐牢在身上 能找到 她当年故意制造好自己的证据 再加上 她上次故意伤人的证据 再一起起诉 李律师 麻烦你给我写一条律师函 我要先给林婉儿 一个解冲 好的 沐南生 你给我等着 林婉儿 这怎么了 生这么大戏 王二 沐南生为什么要告你 他故意找人合成了一个视频 说是我偷了他的项链 太可恶了 王二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沐南生得逞 李律师哥 你能不能帮我把他约出来 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 好 沐南生 沐南生 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你不是想知道 你不是想知道到底谁 恶意散播你和周木城的废话 傅李律师 你要干什么 我一会给你个地址 你让我地址过来 李律师哥 你说他会来吗 放心 他现在肯定想复仇 林婉儿 你怎么在这 傅李律师你什么意思 你耍我 男生姐姐 是我让李律师哥哥约你过来的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项链的事情 沐南生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 那场火灾的真凶是谁吗 我告诉你 是我 你 怎么 想不想救世重演一下呢 你 男生姐 就算我做得不对 你也不能不主推我呀 沐南生 我不是我哥 我一身有你欺负玩的 是周家大小姐 你们竟然敢得罪我 程家大小姐 我说你说周家大小姐是吧 周家大小姐 周家大小姐是吧 周家大小姐 周家大小姐 路正宗 跑了 整火了 我 你 你 我 我 妈 我们没事 管家说是他不出事的 我过来看看 带娃儿来这么危险的地方 出来约也怎么办 沐南生愿然来着他 你说什么 沐南生 他这个在哪 在上面 青哥 沐南生有不想问 沐南生 沐南生 青长 是你吗 是我南生 我一定是在做梦 青长 今天没有什么 我先把你送出去 我做事一直发不得我死 沐南生 一会儿又来世 我不想再看你 你先想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 我不想你死 我会有事了 救我死 快点救我死 雨晨 这 雨晨 KY. 你看 我 你吃 千亿 不 还 那伤怎么样了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医生你告诉我 他是不是又在耍什么花样 你告诉我医生你快告诉我 秦杰 要不多少钱都回 若说我都给你 你把他救回了 我求求你把他救回了 先生 我求求你冷静一点 不离回天了 什么难受 没有我的约续 怎么该死 不是 我 哎哎 哎 啊 秦深哥 找我 我 想我 秦深哥 男生姐已经走了 你就让他好安心 你 太好了 你醒了 我现在去笔毛家属 等等 医生 我是周珈大小姐 你告诉外面那些人 说我已经死了 周珈不会亏待你的 请周珈小姐放心 保护病人隐私是我们的 適合 你放心 你放心 钱我以后会打令狗 但是你记住 拿到钱以后 不要再出现了江城了 莫大圣 你终于死 大圣 你醒了 你真是吓死我了 哥 我没事 我故意装死 是为了放松林婉的警惕 那天我在火场 看到了火灾那天的人 是林婉人吗 不是 但是跟他肯定脱不了关系 牟诚哥 你帮我拿一下纸跟笔 好 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纵火犯 脚踝上的疤痕 我敢确定 跟火灾那天的 是同一个人 大圣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出这个链 对了 傅景城明天一定会去墓地 我们要不要去那等他 嗯 我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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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 你凭什么一生不想叫我 怎么 景城哥 景城哥 我扶你起来吧 我扶你起来 小心 慢一点 小心 慢一点 你难受 你已经死了 凭什么还霸占着景城哥的心 傅景城 我一定要让你重新爱上 你 郑哥哥 这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 我昨晚可能喝多了 我会对你负责 你要是想结婚 那就结婚吧 嗯 我想嫁给你 好吧 副总不去好好筹备自己的婚礼 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 我来看看男生 副警长 你没资格见男生 要不是你跟林婉儿纠缠不清 男生根本就不会死 我 我对不起男生 男生不想看到你 他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嫁给你 清诚 如果有来世 我不想再遇到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就婚了吧 男生 别难过 有我在 只要你想 我 没什么 男生 你一定会走出来的 我会一直陪着你 喂 你确定 好 给我把人看住了 我现在就过去 纵火车找到了 那太好了 那我们走吧 好 周总 就是他 白总 就是他 说吧 是谁指使你放我烧的男生 你说是吧 好 来 把他的手指给我剁了 我说 我说 你要是敢收拾我一辈子 我把你的十个指头 一根一根给剁了 是 是 是给婉儿 是他给你教我这么做的 男生 怎么样 行动吗 嗯 京城哥 我们把婚礼定到下个月一号怎么样呀 婉儿 当时你和立成在火上 为什么没有救男生 当时 当时那场大火 让我有了后遗症 那火一烧起来 我马上就晕倒了 立成哥把我救出去后 再回去救男生姐 已经来不及了 京城哥 你是在怪我们没有救他吗 没有 我出去一下 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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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去 把他送警察局去 等等 先把他关起来 怎么了男生 这样就太便宜林婉儿了 他不止一次想害死 还害死我的孩子 我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你这个样子 让我看到了以前的孟男生 怎么 这样不好吗 好是好 就是有点不习惯 以后我再也不会为任何人改变自己了 什么 我爸晕倒了 我现在就去医院 爸 你怎么了 我没事 就是有些低血糖 不碍事的 李助理 是这样吗 你是不是跟我爸一起骗我 你就别为难小李了 你爸年龄大了 有个头疼脑热的很正常 别往心里去 可是爸 我现在也老了 所以我决定 公司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也该退休了 爸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拦着我 你身体到底怎么了 我真没事 就是累了 就是累了 想歇一歇了 可 我怎么能管理公司 我的宝贝女儿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内自信了 这不是还有牟尘呢吗 牟尘 爸 我可把生儿交给你了 爸 我一定会照顾好男生的 好了 就这样吧 你们去忙吧 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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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 周总 您真的不打算 把您的病情 告诉小姐吗 不是 林小姐 你预定的婚纱已经到了 你现在是吗 是 好的 那您跟我来 锦诚哥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去吧 你能不能快点 玩现在还一个人得愿 那就试这一件吧 锦诚哥 好看吗 锦诚 怎么样 锦诚哥 锦诚哥 好看吗 乱说 锦诚哥 锦诚哥 你怎么突然跑出来了 没事 先进去换衣服吧 锦诚哥 你到底看见了什么这么慌张 男生 这个 就是林婉儿 陷害你的全部证 我要在他们的婚礼上 将这些证据公之于众 我一定要让林婉儿 在 各位来宾 大家好 欢迎大家百忙之中 来参加富士集团总裁 傅锦诚 与林婉儿小姐的婚礼 傅先生 你愿意娶林小姐 作为您的妻子 无论疾病 或是健康 贫穷 或是富贵 你都愿意爱惜她 尊重她 保护她 直至终生 请问 您愿意吗 我 我愿意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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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 木男生 你 你不是死了吗 怎么 我没死 你很失望吗 怎么会呢男生姐 你没死 我和景诚哥高兴还来不及呢 林婉儿 你可真会演戏 你 男生姐 今天是我和景诚哥的婚礼 你是来祝福我们的吧 那是当然了 我还给你这一份大的 我会提前把木男生约到这里来 你记住 一定放过手 事成之后 我给你一百万 放心 钱我一会就搬给你 但你记住 拿到钱之后 从今以后 不要再出现在江城了 没问题 林小姐 怎么样了 拿掉了 按照林小姐您的分锁 并开会生成孩子 他的事都经常会难受一个 好 这是两百万你拿着 记住 这件事情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放心吧 刘婉 我一定会保命 林婉儿 这份结婚礼物 你满意吗 木男生你骗人 青城哥是木男生陷害我的 这不是真的 一定是木男生找人合成的 他嫉妒我给你结婚 所以故意害我 我不是傻子 是不是合成的 我自己心里轻薄 木男生 你就是因为锦诚哥娶我 你嫉妒成恨 所以才拿这些子虚无有的录音 害我是不是 林婉儿 你脑子没事吧 证据就在眼前 你还在胡说广荡 木男生 我跟你拼了 傅锦诚 你看到了吧 这么多年 林婉儿就是用这么 悲劣的手段对付我 害我残疾 还害我没了孩子 你一点没看出来不说 还选择无条件相信她 金城哥 金城哥哥 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一定要相信我呀 林婉儿 我真是不像光彩不被累 沐尘哥 我可以进去 你实际上 不算是不像 我可以进去 刚一下飞机 就赶紧赶过来了 你不这是 你的父母不是已经死了吗 星辰哥 星辰哥你听我解释 难道你父母也是南上找来的人 诬陷你 你不是说 副总已经原谅你 之前犯的错了吗 对啊 副总不是邀请我们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吗 你不知道啊 我跟你爸在国外啊 早都想回来了 你们闭嘴 当年到底怎么回事 当年那场火灾 就是林婉儿为了接近你故意放 为了得到你的恋爱 假装他的父母为了救你身亡 其实他父母这几年 一直被他养在国外 是 星辰哥 我真的知道我错了 我真的太爱你了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所以你当年故意放火 让你父母假死自己装病 就是为了得到我的同情 甚至为了得到我 你差点不惜害死南少 林婉儿 你真的太恶毒了 金辰哥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发誓 我以后 我以后一定不会再骗你了 金辰哥 下辈子吧 南少 副总是来道歉的吗 对不起 这些年让你生活了吗 对不起 你的一句对不起 我的孩子就能活过来了 我缺失的习惯 能重新找回来 我不知道 这些年来林婉儿 一直在装病啊 我早就告诉过你 是你一直不相信 是我对不起 给我一次弥补你的机会 可以吗 弥补 你怎么弥补 你要是能把这一地碎渣 复原成一个完好无缺的杯子 我就原谅你 南少 我 今天的局面 不全是林婉儿造成 也许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 也可以说是 是你一手造成 对不起南少 我知道这些都是我的错 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弥补 我已经不需要这些了 希望我们以后 老死不想往来 Too late to be by your love Too late to recall what I said 金珍哥 金珍 金珍哥 金珍哥 我死了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金珍 金珍 来人 金珍 来人 把这个人给我送到家上去 金珍哥 不要 不要 金珍 金珍不要 不要 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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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妈妈终于为你报仇了 傅金珍 至此以后不复相见 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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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为什么我复完仇了 心 却好像去了一块 是你复金珍的 只有他才会让你 如此痛苦 放开我 放开 喂 利神哥 你快来救我 金珍哥要为了木南少 帮我送进警局 木南少 我不会这么轻易奉劫您的 哥 别说你为了木南少那个贱人 把婉儿送到监狱去 我不准你这么侮辱木南少 李婉儿他买凶杀人 罪有应得 哥 婉儿是有时候做事比较偏激 可他毕竟救过我的命 为了救我们他父母都失去了生命 这些难道你忘了吗 当年的火就是他放的 他父母看来就没了死 这一切都是他设的局 你知道吗 是木南少告诉你的吧 我就知道那个贱人 他见不得玩而好 可我真的没想到 他居然这么恶毒 这样掀开他吗 没有人陷害他 他买凶杀人 证据确凿 好 既然你不愿意管婉儿 我管 为了婉儿 我一定跟你抗灯到底 哪怕是跟你抢富士 我也做得出来 你居然帮着一个外人的威胁 你还是我弟弟吗 我一定会把婉儿救出来 周总 这是副总派人送过来的 说是给您的 好 你先出去吧 木南少 木南少 你来找我 有何贵干 你到底寻什么 那种勾引我 可让我哥为了你 帮我阿苏去金鱼去 那你应该去问你哥 你跑来问我干什么 我是来警告 立刻撤诉 否则我让你好看 你以为法院是你家开的 想撤诉就撤诉 知道你要撤诉 我让你跟我哥 你怕是不知道 你哥这几天是怎么求我的 对了 顺便把这些带回去 再帮我转告他 不要再来骚扰我 还要你 立刻给我滚出去 否则我叫保安上来 把你赶出去 木南少 你修得意 我定会让你后悔 好 我等你啊 林婉儿 到 取保候审 我来签字 有人来见你 一定是景成哥 他舍不得我在里面受困 他来保我的 婉儿 立成哥 是你啊 嗯 婉儿 我是来保你出去的 真的吗 立成哥 你能保我出去 走 嗯 对不起婉儿 怪我没有保护好你 让你受苦了 不 立成哥 这不怪你 都是因为木南生 要不是因为他的话 我早就是景成哥的妻子了 你放心 我已经找到对付木南生的办法 你就等着 好好看吧 郭总 咱们在新项目上 投入了大家的资金 但是 现在资金作战团 需要向银行借款 可是所有的银行 都不愿意跟我借 什么 如果 再想不到办法 给公司注入资金 接旁可能就要限制飞机了 好 我知道了 王航长 这边 还请您多通融通融 周氏这次 也是有很大诚意的 我愿再多给点利息 莫兄姐 一个人喝都没意思呀 来坐这儿喝 王航长 这次还请您高台贵手 给我们周氏这次机会 莫小姐 你们周氏集团呢 现在毕临破产了 已经吃一块 什么事 现在没有人 我愿意出钱 那是用周氏整理的合作口 那这也早要做了 不想见 王航长 咱们先别着急 咱们先把过程签的再说 合同的事 先放一遍 我们先说正事 莫小姐这气质果然一种不同 这气质和外头的那些阴阴阴阴阴 根本明亮 对了 郎小姐 只要呀 你从了 不知你们周氏这次的 以后呀 每一次的 都不 臭小猫 你给我赶 妈 臭小子 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要不从了 都是 当天倒闭吧 宿死宿死宿死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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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别走 你没事吧 原来伤到你 没事 谢谢你 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送你 别碰了 别走 留下 怎么才 你醒了 福丁城 我要回去 进来 你喝太久了 先休息一下 我去找人给你熬着汤 傅森聪 你們之前已經沒有課 你先休息一下吧 我去看 套好了沒 不喝醒酒湯 我要立即回去 莫來生 老七 你不要把你斷了 不要 主席 副總 副總 她只不過是個備班人女 我這可是在幫你剝仇的 跟我說我還要感謝你 不敢 從現在開始 不時不會向我老實銀行代替奔款 別啊副總 你欺負男生的時候就應該考慮到最後 副總 她只不過是一個備班女女 因為她不和我們江城銀行合作 不知道啊 不過就是個銀行業務而已 跟男生比 你也配 你可千萬別對她 你不知道 她在拜託的名氣有多差 我跟她說她是一個被萬人闖破的破鞋 找死 一次 我自己不拒絕 等一下 幫我 你 叫我 瞎 你 把我救出来 沐南生 你知道锦诚哥他有多爱我吗 尤其是他知道 现在我怀了他的孩子 我就算是犯下滔天大罪 他也舍不得跟我生气 而你 永远别想得到 锦诚哥哥的心 你是不是想多了 我对傅锦诚不感兴趣 最好是 沐南生 别让我再看到 你对锦诚哥哥死缠来 那麻烦你 玩好你的男人 不要再让我来放我 沐南生 我一定要让你尝一尝 失去一切的字 傅二少 你大哥出手可真够狠 他们怎么在一起 瞧给我打的 哎呦 我大哥就在沐南生 面前做个样子 您别记很 您放心 等我们家成功收购了周诗 我给您百分之五的 还是 傅二少爽 你放心 我已经跟江城其他银行打好了 不能放传给周诗 我相信 不会过很久 周诗就撑不住 还是 你是王行长做什么 为傅二少笑 谢 不过您要起 这件事 不能让其他人吃 明白 上来了 紧承哥 怎么回事 紧承哥 你都不知道我在救救 所以我多害怕 我每天都很想你 男生 男生姐真的太恶毒了 他居然诅咒我们的孩子 不得好死 被怀孕了 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被怀孕 紧承哥 你摸摸 你摸摸我们的孩子 你玩儿 你和我说什么老戏 你怎么可能会 还好玩儿 紧承哥 你忘了吗 哪天晚上你喝多了 然后 够了你别说了 原儿我现在告诉你 我是不可能让你博生孩子 现在跟我一会儿去找单手 接受反正 紧承哥你弄头发了 你这样会吓到我们的孩子吗 你 哥你干什么呢 你这样会吓到王儿的 是不是你把他给捕捉 哥 你为什么要为了木南生那个贱人伤害王儿 你知道他犯了多大的罪吗 我不管 我不允许是要把他伤害王儿 哪怕是大哥你 好 你不要 现在立刻给我灌输副家 好 我现在就走 你别后悔 男生 男生 你来找我干什么 男生 你听我说 你能不能别碰我 脏 零婉儿是历程保出来的 这事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零婉儿肚子里的孩子呢 也是傅历程的吗 傅锦城 你别装了 那么多银行不愿意给周氏放贷款 不就是你傅锦城干的吗 你胡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不会让银行给你放贷呢 傅锦城 你别演了 细演多了 你自己都会相信吧 男生 你真的误会我了 我亲眼看到傅历程和王行长在你们傅家门口 他们之间的对话 要不要我放给你听听 男生 你就别跟着赌气了 现在除了傅家 没人会烫周水才烫浑水的 傅锦城你不就是在等这一天吗 男生 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 你也得拿出让我相信你的理由啊 雅琛 我 副总 你有这时间不如好好去陪陪你的林婉儿 毕竟他肚子里白的是你的骨肉 你 经营哥 哎 你干嘛 你背着我都干了些什么 哥 干什么 我能背着你干什么 还想变 我问你 是不是你跟银行传的话不给周氏放弹 你这银行怎么可能听我的话 哥 这木南生到底给你逛了什么迷魂套 让你对他如此死心塌地 我警告你 还有下一次 休怪我不念兄弟之情 锦诚哥 你不要我喝宝宝了吗 不会 没事吧 李诚 你说锦诚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 我哥就是一时糊涂 过两天就想通了 毕竟他之前那么爱你 我没关系 就是替你感到难过 锦诚哥竟然为了木南生动手打你 你们可是亲兄弟呀 在他心里 你连木南生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如果他只意味了 木南生 我们兄弟轻易的话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诸位 我打算投资一下周氏的新项目 来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周氏集团案现在面临很严重的危机 我们现在要是投资 它是有很大风险 周孝天是有娘奶 但据我所知 他现在交给了儿女管理 各方面我们可都不熟悉 诸位请放心 我让市场不已经调言过一 周氏的这个项目 是一个稳赚不赔的项目 请大家相信我的决策 那就真负责了 我同意 同意 我不同意 立成 各位 我不同意投资周氏 毕少 你的权限没有这块 平时也没有过过我 怎么突然来这次 我哥之所以投资周氏 是因为周家大小姐是他的前妻 我认为此刻他做的决策是不理智 而且目前没有银行愿意注资周氏 富氏如果感情用事 一定会竹篮打使 一场空 说得对 富总不能风火吸猪猴啊 是啊 富总 你不能为了你的前妻 就不管我们这些人死活吧 对啊 富总 你不能感情用事 都给我闭嘴 这件事我已经同意了 你们不同意也得同 富总 这是要为了爱情 是我们一步步了 那又怎样 别忘了 富氏集团的总裁是我 决定权在我身上 那你也别忘了 富氏集团我也有 你非要跟我做对手 哥 是你被木男生灌了离婚房 我这是在救你 我也在救整个富氏 你别忘了 富氏是我一手撞的架 那你要为了一个女人 这富氏生死不过吗 富氏 你不是为了富氏 你就是想不议 真正的木男生 哥 你被木男生迷了心智 不人不会对娃儿 那么残忍的 哥 这不是你啊 我再说一遍 丁娃儿是他咎由自取 怨不得不为人 好 既然那么一见不一致 那就用股分说 各位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股权 如果各位愿意把股权给我 我愿意 多出三成的架 你先够吧 同时各位的生活 一分 也不过少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干什么 我知道 既然你愿意为了木男生 不顾我们富氏的利益 作为富氏的一共主 我有权利让富氏 减少毒票的事 各位 如果没有意义 就签字 既然富氏这么有诚意 我愿意把我的股份传了出来 我也愿意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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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明星所向 你就认输了 怎么 你要在所有股东面前对我动手呢 好 翅膀硬了啊 现在谁会跟外人联续来对付我 哥 是你先对王二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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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理长 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帮着林王二总会有后悔的一天 你 mustlık 既然才会有 往后悔 松 requested �� 回头 ili 我们就跟 School 但是呢 你的心智 无恙可行 又是沐南生 我和先生不愿意守护你 那就让我来守护 可是厉丞哥 沐南生他不会放过我的 我听说 主事要参加金工程 算我们的金标会 他要是翻过车来 不会饶过我的 放心 我不会让沐南生得逞 欢迎各位朋友 玉林杨氏集团金融城项目的 标标大会 目标文件已全部检查完毕 下面有请 周氏集团反正代表 上台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代表周氏集团 来参加杨氏集团金融城项目竞标 关于这个项目呢 我们周氏集团的200多亿 我原会收了我的钱 你怎么跟我闹 希望大家给我们周氏这一次机会 我们周氏一定不负众望 谢谢大家 下面有请 富氏集团反正代表 富丽城上台 沐南生 你就等着周氏从江城消失吧 他讲的糊里糊涂的 不会又有什么阴谋吧 这个人比他歌坏不少 只能等结果了 下面我宣布 重要的是富氏集团 沐南生 你输了 这就是你勾引我哥陷害婉儿的下场 不过一个金融城项目 我周氏不稀罕 至于你富丽城 无耻之极 你 南生 富丽城 你明知道金融城项目 对我们周氏有多重要 你还要来跟我抢 是吗 不是啊 南生 你听我说 这都是历城的主意 他现在才是富氏集团的总裁 他现在才是富氏集团的总裁 是啊 你不好出面 把总裁位置让给富丽城 让他替你做这些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 拿开你的臭手 别再来扫你 南生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 周氏集团 心里以后离我远一点 不想再看见你 哥 我不比你差 你动了那么一大笔气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什么 我管不了你 有人管你 哥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 这提当更晚就交给我吧 您呢 就找点想轻浮去吧 玉莎 回头吧 你这条路诸听死不长 只要你回头 你还是我爹 哼 这一探认了吧 这可是他亲国呀 可不是 还不说呢 哎 牧总 你们俩嘴咕什么呢 说 是副总 有人看到他和小副总 在精妙后门口吵了一架 还有视频呢 都上热搜了 牧总 整个江城都在说 小副总抢了副总的位置 还说 他们是因为你才闹得不愉快的 难道 是我误会他了 副总 您弟弟打算 把阳市金融虫项目 低价卖给理事集团 先生少不闹 你现在立刻掉一份 关于阳市金融生所有资料给我 好的副总 我立刻就去 哪声 你怎么来了 我来 是向你道歉的 金融生项目 确实和你无关 没关系 只要你不生我的戏就行了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走 我 就算金融成项目和你无关 但是你之前对我的伤害 我是不会原谅的 我一定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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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爷爷 是我 李总 请您过目 等一下 大哥 您来到这个时候 我正要跟李董签合同 各位 杨氏金融层的项目 富士不卖 这怎么回事 小副总 大哥 您可能忘了吗 现在富士 我是总裁 您说了不算 我现在只有富士60% 你说我说的算 怎么可能 爷爷怎么可能 把股份全部给你 诸位 今天的交易取消 以前的事 我可以寄我个交 如果还想在富士待下去 就乖乖听话 不要搞什么小动作 否则现在立刻给我滚蛋 李长 爷爷要见你 三天之内 给我滚回去 没有新的资金出入 也失去杨氏金融层项目 我们的新项目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这样的事 周氏也穿不了多久 周总 你要不给大家一个交代 难道让我们大家跟你一起完蛋吗 各位都是跟我父亲一路打拼过来的 也经历过一些风雨 这次不过是一个小苦难 我希望大家再等等 我一定会找到解决方法的 等 等到什么时候 万一你解决不了 我们的损失到时候谁来补偿 少废话 把周老爹叫来 我们 跟你不想多废话 没错 让周老回来 你不配合我们的 你们 他不配合你 周氏集团唯一继承人 他怎么不配跟你们 你们什么身份 什么地理 你怎么来了 男生 我是来帮你的 这是杨氏金融层的合作项目 我决定 富士与周氏一块做这个项目 同时 富士将会注入一笔资金 到周氏的新项目 帮助你们解决当下的资金 河总 你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 不过我有一个挑战 以后男生的话 任何安排 你们都要乖乖服从 若是今天的情况再出现 我新账旧账 一块算 听周董安排 一切听周董安排 听周董安排 听周董安排 男生 你先自罢 富士丁 你到底想干什么 男生 相信我 我真的想弥补我之前犯过的错 相信我一次 男生 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好 五千 附近程 谢谢你 男生 以后有任何困难 可以随时联系我 我愿意在你身后 你放心 等周氏度过这次难关以后 一定会给你相应的股份 男生 我只是单纯的小包 我并不要什么忠实的股份 我知道 但我觉得有些事情 算得清楚比较好 我们之间 不要这么少说 傅锦诚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叫你笑 我们随时可以玩 不可能 没关系 我们有的这时间 立成 周氏倒闭了吗 没想到我哥 他竟然说服了我爷爷 让我爷爷把股份转给他 他要重新做回了董事长的位置 老爷子不仅不光我还要重力 这 爸 木南生也太坏了吧 竟然挑过永恒兄弟强 你们可是亲兄弟啊 如果木南生能消失的话 请诚哥应该愿意跟你合计 你说的对 木南生必须得消失 木诚哥 你一会在机上等我 我来接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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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多打点气球 有此事来 一小子 你把玩儿 我李超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看不出来吗 让我 我这是犯罪 你不是把我送出去过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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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还是出来啊 啊 木南生 我请告你 离我哥远一点 离我哥远一点 别伤害我 别伤害我 你就是我提了 不仅是要设的好 不仅是要设的好 他不要放过游戏 他不要放过游戏 你这个见过 你这个见过 要不是因为你的话 我早就跟副理之后结婚了 回忆宣开 她们给 her 推忆 plummet 你 eso 你这个好 你 busted 讓他看到我男生被別人侵占 不是本次的 你以為 來人 你能幹他 找他他 不叫我 喂 不懂我剛才體驗看到 說什麼男生被吵架 我自己也拿來 這幾乎是誰 我沒有 你不能這樣 你這個就這樣 還要來 你還是這個 我說吧 你說這個事情 不覺得我們票會不會 當然 不夠我們票會不會 整個江城昨天也沒有跟周辉克說的 您不要急我 tank 重家前親不堪棄 深夜撕毀二難 哎呀 這事給你打發出來了 我看州市也就要完了 報道 你們兩個好大的 給男生都幹嘛 京城哥 我們還沒給你打電話 剛才你看到了嗎 特別精彩不夠精彩的發 你走 哈哈哈哈 想救木男生的話 富士總裁的位置給我 上去 或者是一個女生的 你是真的啊 呢 我們這 你拿到 我拿到 我拿到 先去 那是 你拿到 你拿到 我拿到 再拿到 你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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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到 你拿到 孩子 这都是我骗人的 我根本就没有怀孕 那你为什么 你也没想知道 秦诚哥 你说 我要是把刀鸟啊 让他变成丑汤汤 你还会爱他吗 秦诚 不管男生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只爱他 娃儿 我都拿到了 放了他 放了 怎么可能 你们既然那么小 那就一起死 就一个毛病太好了 娃儿 别走走 不要别说到码 哎 我都不走 我都不走 走 你先走吧 你先走坏 你 啊 我都不会走的 啊 走开 走 走 啊 哈哈哈哈 不是的 今天就是你的 不是的 今天就是你的 血 我女兒我求求你 你可以殺我 但是我求求你放了幾車 他就是為了你來的 但是我可能不願意去死啊 我女兒你不是說你愛他嗎 你冷靜看他死在裡面前嗎 愛有什麼用 我愛 那是他不愛我他就能去死 你知道嗎 若是沒有護你這水氣水氣能恨過你 你說他被你捧個媽了 都是因為你是個賤 如果不是因為你死我 我早就要入住他了 他殺了你 他怕 為什麼我來了 不是來找婚你是要錢的 還白睡什麼多年 你們滾 玩玩我們也是為一號 是呀怎麼會一號 啊 快走快把我女兒 想讓你們女兒逃命 我就放了丁上 你給我放開 你給我放開 那就讓他死吧 在我手裡更加錢 你 呀 呀 你沒事吧 我沒事快走快走 走 我說快走我要過來快走 警察警察你沒事吧 快走 你們要走一起走 快走 你們要走一起走 你 啊 啊 啊 你殺你了死你再一招 走啊 走 警察 沒時間了快走沒事 還緊張還緊張你怎麼 死我了 你怎麼能讓我一個走 你不走我也不走 我們一起走關係 沒時間了 快走再說快走 警察你快醒醒 你快醒醒 快醒醒 我不是讓你一起走嗎 你讓我走那你一個人怎麼辦 我不會讓你一個人輸的 警察你真是個大傻瓜 我一下子你那麼壞 你為什麼還要救我 警察你不能輕易的死掉 你還沒有彌補我 是不是便宜你了 你 真是個 大傻瓜 警察警察 你為什麼這麼傻 警察 警察你快起來我們一起走 我們一起走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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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嗎 警察呢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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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男生吗 你不记得我吗 沃南胜 景晨哥头部受到重击失去了记忆 现在只记得我 医生说 可能因为我是他最爱的人 小心点吗 医生 这位小姐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真不认识你 你是在开玩笑对不对 你是在开玩笑对不对 婉儿 你要不让他先出去 我 行 我来 我 沃南胜 你赶紧走吧 景晨哥不想看到你 南胜 我们走 沃总 婉儿 我给你妈找人算了一下 下个月又是个好儿子 不如 我赶紧把婚礼办了吧 是啊 赶紧把婚礼办了吧 那那就听着吧 就把婚礼办 好好好 你怎么来了 我跟景晨哥下个月一号就要结婚了 到时候来参加呀 沐南胜 你终究还是没能抢过我 你不会得意太久的 我跟景晨哥下个月一号就要结婚了 傅景晨就会想起我 到时候何去何从 你自己掂量吧 我是不会让他记起你的 那我们走着瞧吧 傅景晨 你真的要去林婉儿吗 婉儿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不娶她 难道娶你 你知不知道林婉儿做了什么 你之所以会失忆 她才是对付过手 够了 莫家姐 就算你是周家大小姐 那你也不能随便离过我妻子 你口口声声说不论什么 跟我们有关系 那你好好看 这是什么 你拿着一张披补的照片 不觉得太幼稚了 你不觉得太幼稚了 既然你真的不记得了 那我祝你们百年好了 锦诚 锦诚 木南生 你又在这跟景晨哥 胡说什么呢 我说祝你们白头到晚而已 你紧张什么 我才没有紧张呢 我是怕你又在胡说 一下景晨哥的心情 妈 他真没说什么 木南生 你最好别耍什么花药 景晨哥 我们走吧 我马上就要开始了 哦 对了 一会儿记得来现场观理哦 你可一定要亲眼看到 我自己的幸福 我自己的幸福 经历了重重风雨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对新人 鞋为夫妻 这次终于可以指挥你的妻子了 等一下 巴尔 我想在婚里开始之前送你一个礼物 给你了 救我 你 救我 真正 你 不是我 你吗 别是用喝气油 真没想到 这个都是只是这样的人 不是 是什么 对啊 还中了 这是犯了最忙 金城哥 你赶紧让人把视频关掉 冰儿 打破了 这是谁给你的呀 你听我说不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失忆 难道你没有失忆 这些天你都是装的 没错 如果我不装的 怎么能揭露你的罪行 冰儿 这次不管是谁 都保不了你 不会的 不会的 这个结果先别告诉男生 我把网络的开出破绽 会对他也会先 好 我劝你好好向警方 谈论你的自卫性 接受法律的质责 江城公安局行政支队 江城公安局行政策 江城公安局行政策 救護車 救護車 快到救護車 狠木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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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 別哭 我不哭 我最怕你掉眼淚了 你小時候就很愛哭 我總 總是在你身邊的媽媽給你擦眼淚 可現在我怕 我怕我沒機會了 你堅持一下 堅持一下 這護車馬上就來了 救護車 救護車 男生 那天晚上我想說的其實是我喜歡你 我從小就喜歡你 我喜歡了喜歡了你十年 我知道 你真實一下 真實一下 我從小馬上就來了 我才 堅持住 你 知道 男生 直到我身 我心里 穿著我 我知道 我心里 我心里 穿著我 你 穿著我 可以 我 我 尚 偶尚 我 就是我 别担心 不会有事的 李医生是全国最好的心外科医生 他一定会把沐山救我的 要不是我 都是为了救我 所以沐山哥才受伤的 不是你的错 说的罪 不是你的错 哥女儿 我都知道了 这些天 委屈你了 沐山哥该怎么办呀 医生 怎么样了 医生 请教授放心 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再观察一会儿 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 太好了 沐山哥没事了 沐山哥 你尝尝这个乌鸡汤 是我亲自熬的 可好喝了 这是你熬的 对啊 是我亲自熬的 可好喝了 快喝 你来吧 你看好不好 真不错 你什么时候这么会做饭 你什么时候这么会做饭的 还不是当年拿副锦绳面书的 看清我就是你的实验品吧 陆总 你是不是很闲呢 上班跟着我下班跟着我 现在还跑到夜来了 你公司是不是很不产了 你说老婆 我跟着你很正常的 谁是你老婆 好了好了 你们俩啊 就别在我明天说话的时候 阿胜 你跟锦绳赶紧把婚复了吧 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爸 行了 你们俩赶紧走吧 别倒入我谈开 你是你 这什么情况啊 啊 哦 哈哈哈 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男生 再次嫁给我好吗 你是在跟我求婚吗 你愿意吗 戒指呢 其实啊你等着 我现在去买 站着 跪下 就用这个球 男生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摊成 你度蜜月也快两个月了 是不是该回公司换我休息了 哎呀 牧丞哥 你把公司打理的蒸蒸日上 公司交给你啊 我放心 不行 我也好久没约会了 明天有你们这些招心 我也要出国约会 啊不要嘛 交给你了 哎哎 嗯嗯 男生你怎么了 我先送你去医院 靖昌 你要当爸爸了 真的吗男生 我我要当爸爸了 我要当爸爸了 我现在打电话给雷妈 让他给你奥鸡蛋 哎 我老婆怀孕了 至少得休息一年 但是不能工作 雷妈 我这 我干啥事 哎 你俩别怪你动作的对不对